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3月29日,这是今天第四场诸报点评节目,给大家介绍最新动态啊,彭丽媛又出来了,彭丽媛进政治局这个事儿看来恐怕马上就要这个得证实,这个不是随便忽悠哈,为什么呢?因为彭丽媛最近活动增加,高调亮相,3月28号下午, 3月28号下午啊,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北京市第35中学会见来华访问的德国伯乐中学和尚团,师生代表,你看,上一次到湖南对啊,这次来这个中学,北京,他为什么到35中? 这就是一个外事活动了,因为这里接待了德国伯乐中文合唱团的四孙 那彭丽媛本身是演员出身,是吧?给人感觉这个彭丽媛将来上了以后很可能要负责外事文教,对不对? 这就对应了到湖南去接合并,是访问调查了解接合并防治情况 你看,就非常有意思哈 这篇文章详细介绍了,这是刚刚看到了新华社和大纪元的报道哈 三月的北京春暖花开,升级盎然,彭丽媛来到学校书院,受到四孙的热烈欢迎 你看这里,这个灵人肉麻的口吻吹彭丽媛 彭丽媛对博乐中文和尚团四孙再次访华,热烈祝贺 祝贺和尚团十年来坚持用歌声传递友谊,解除累累受过 彭丽媛表示,和尚团大建了一座中德文化交流的桥梁,中国和德国 彭丽为中德友好的亮丽明天,希望同学们用音乐这把金钥匙解锁中文新世界 优美的旋律,在优美的旋律中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做新一代中德友好的使者 这边我们介绍和尚团的协会主席叫米尔曼 非常感谢彭丽媛,他讲了一番话 和尚团还有学生代表用中文向彭丽媛汇报的情况 这很有意思啊,彭丽媛和师生的互动 称赞同学们中文说的越来越好 一定要他们更进一步了解自己 给大家看看,这是今天非常重要的动向 外界不是争论不休吗,说彭丽媛不会竞争的局大 什么样什么样,我看有这个意思 异常的活跃啊,大有一点像毛毛大命来临之前 毛泽东让江青担任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组织 江青不停的蹦的,以前江青很低调的 因为江青在延安和毛泽东结婚的时候 据说中文来都不同意,党内那些同志们都有一些 为什么呢,因为江青在三十年在上海 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不正解,有很多的绯闻 又是和唐纳,又是和这个那个,搞了不少名堂 然后到延安去以后,听毛泽东演讲故意做头牌,拉拢毛泽东 毛泽东给毛泽东终于搞到床上了,毛泽东跟贺子真俩 当时他们也分局啊,毛泽东也是 这个确实也是很需要就是江青这种女人,对吧 所以这个康生就是在背后很多些动作 因为康生和江青是老乡,都是山东义 康生和江青也是山东义 这有意思啊,现在中国这个国家这个 一个跟头翻到了毛泽东时代了,这有意思 正好出现一个人想当毛泽东 另一个人还想当江青,正好他也是演员,也是山东人 这是挡不住的就是国情,是吧,挺有意思的 也只是现在这个婚礼员分类的谱业,想一下中央政治局 二十个五个人缺业,这八成习近平有个长远的规划 是给老婆留的啊,而且同志到了末期,到时候 这里爆炸弹着火,美国已经把核弹放家门口了,是吧 其他工业国是摸到祸祸,是吧 要和中共这个配干,是吧 再加上俄乌战争霸以宋 所以习近平极大的不安全感 军队当中党内一大批反对派啊 这个有人驾车要冲新华门,那不就是去撞中半的吗 非常有意思,所以他很恐慌 那时候只有相信自己老婆 再怎么吵架吵吵闹闹,还是向着自己,对吧 这也是足够中国的一些官场上的常态 中国历代帝王都是这样 再给大家看一张,还有一张图片 你看这张图片挺有意思 彭丽媛一坐在那里以后 给人感觉那绝对是打破国家领导人气派了 这篇文章介绍,和尚团的同学们向彭丽媛赠送了 记载彭丽媛和和尚团十年友谊、友好交往的纪念相册 彭丽媛向同学们赠送一幅中国书法作品 没想是随意作品 博乐中文和尚团 还唱了一首中文歌曲 等等等等 还有张图片给大家看 你看这个彭丽媛 这是光彩照人的 说你看,确实是 那这个给人感觉 下一步彭丽媛搞不好 是不是国务院副总理主管文化教育 什么科技啊 外事有没有可能 或者干脆就是 不可能不太像中办主任 要中办主任 现在做这个事情都是实的事 中办主任是很低调 腔腔声的 现在不知道 给我感觉大概率是要上来 好,那么这篇文章还详细介绍了 说中共党和习近平的太太彭丽媛近期 接连高调露面 再次引起外界关注 他说 3月28号 彭丽媛在北京是第35中学 刚才讲的活动 在这之前就是湖南的活动 那么湖南的活动 上一次我在节目当中讲 就不重复了 给我感觉是有点不同寻常 再往前追溯 在2021年9月15号 彭丽媛和习近平到西安出席中国 第14届全国议论会 当年10月15号 他在北京四平出席 21年联合国 和教文组织 与童和妇女教育颁奖典礼 讲话 当年10月26号 彭丽媛向天津 朱利亚学院 落成典礼之核心 那么2021年呢 是11月 彭丽媛还以联合国 和教文组织促进儿童和妇女 教育特使社会 接受联合国和教文组织 新史杂志 各看书面算法 23年的9月15号呢 彭丽媛和陪同 习近平啊 建了这个赞比亚总统啊 还有妇人 他建这个外事的时候 建了政教的老婆 这个倒是不是什么细节事啊 也顺利成章 主要是现在这个彭丽媛 具体下极限基层了啊 大有这一点意义 类似文革之前 你看那时候刘少奇不拍王冠伟 也搞这个桃园经验 毛泽东也也也让将军不断下去煽动 这个学生搞王大革命啊 给我感觉这个彭丽媛好像要走马上任啊 或者是从幕府走到台前了 其实在这之前是不是就一定是 已经是主掌了一些权力了是吧 只不过是密而不宣而易 现在是到了这个统治末期的关键时刻 习近平出一种不安全感啊 可能让彭丽媛出来卸调卸调 给他做点事 这是个非常大的动向哈 这是今天 给我感觉 似乎已经坐视了外界的传说 就新一名 要安排彭丽媛 这个进政治局 这样就可以开三中全会了 啊 那么 如果我只讲到这个层次的话 那就在这个 试试评论这个圈子里 恐怕比较难了是吧 因为今天咱们是鹦鹉学是个上述消息 现在给你们一个咱们自己观察的是吧 新消息 其他的自媒体都没有 也就是说你们看了今天人民网的陕西版 发生了什么 上一场给大家讲到了这个胡和平啊 胡和平为什么今天在四川如此的高的亮相 是不是啊 那就是因为胡和平这个做了一件事啊 习近平是心里最爽的事 什么爽的 就是这胡和平在陕西这个期间 不仅是这个遵照习近平的指示 他都要赵正永 是吧 而且保护了他家的这个叫 皇帝的这个这个 皇帝陵的风水 是吧 也就是这些违章见证 也是他那期间搞的 是吧 习近平超满意 还有件事 你们忽略了 也就是咱们这独独自己 单独发现的是吧 你看今天陕西 这个人民网陕西版 发了一条什么消息 给大家看一下啊 你们看一下 你看这条消息啊 这条消息超震撼啊 我给你们掉水上出图片 看了图片 你们就知道了 为什么习近平越看这个胡和平越高兴 是吧 你看 这是谁 这些 这是今天的陕西 一个考古发泄 这个帝王 叫什么名字啊 于文雍 哎 你看这很有意思哈 这是今天的大消息 我给你讲 之所以今天 胡和平在这个 这个中 在这个王小坤举办的 是吧 在四川举办的活动当中 视听 大会上 之所以如此亮眼 背后是后台觉得超硬 他把习近平哄得 笨高了 习近平怎么看 怎么高兴 为什么你看他在陕西搞出很多名堂 什么名堂呢 从考古发现这个角度 吹捧习近平 所以习近平越来越觉得自己就是全身的帝王 这些莫属 一定要在陕西成帝 你看这篇文章告诉你啊 现在陕西出了一件大事 什么大事呢 陕西啊 这一次呢 发现了一个考古重大发现 最新帝灵 考古成果 看见没有 这皇帝是谁呢 北周 五地 于文庸 而且还把他呢 用现代化的科技手段 是吧 把他的面貌复原了 面貌复原以后特想习近平 你看有意思 鼻子都是模仿习近平搞的 这非常有意思 我给你放大一点 你给我看一看 靠近一点 这个可以看起来 你看 复原了以后看到鼻子 是吧 所以这个新帝 年轻的这种 呃 这个 面相啊 这新帝看了 你说新帝多高兴 我儿子睡不着觉 好 我告诉你们发生什么消息 3月28号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发布了北周五地 于文庸 木 和北周 开国皇帝于文学 木的考古发现 研究成果 说通过考古实证啊 目前可以确定 北周地灵的分布范围 在哪个地方 叫陕西 现在陕西是赵伊德斯 马毕竟也是 这个 习近平的底细了 是吧 慈禧呢也生活在这里 很长命百岁 你就看 这很有意思啊 那习近平高兴坏了 习近平又想搞帝王制啊 终于找到了什么历史依据 是不是啊 人杰地灵啊 你看北周五地的死因 从医学角度有了些发现和判断 就告诉你啊 他这个墓是这样啊 这是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提供的照片 你看 五地的墓发现是这样 发现这个墓 发现了这么个地方 往里深发 然后就找到依据了 说北周是什么 是中国历史上 乘上旗下的重要王朝啊 这哪是讲历史的 讲习近平乘上旗下 是吧 百年未见之大变局 是不是啊 你这个 邓小平算什么 是吧 邓小平就被习近平推翻了 颠覆了是吧 你胡锦涛 这个 这个江泽民算什么 你就是一个这个 这个 润世华大财 是吧 胡锦涛算什么 你根本都不上属 只有习近平 他这个帝王 是吧 这很有意思 他乘上旗下 奠定了 隋唐霸一统的基础 你终于明白 为什么习近平一出来 都要讲什么的 不自大者 是不是啊 会话 是吧 这有意思啊 人类命令共同体 中华民族的复兴 这个一带一路 是不是啊 什么 兇安兴趣 东升西降 你终于明白 习近平的这个帝王的思绪 自卑 你看 他在北朝的后期 于伦泰 这个人呢 凭借了家族和自身的影响力 就我讲 习近平的家族 他 他爸爸的这个 这个家族的势力和什么呢 自身的影响力 因为影响力一路走 是吧 明德 是 这个 这个 这个河北 是吧 河北 这个 然后是 是厦门 然后明德 然后福州 然后这个福建 啊 浙江 然后上海 进军中南海 是吧 这个帝王 一步步上来 影响力 成立观众鲜卑集团的主持者 建立西位 北周政权 尤其是北周余温市政权 为全国大一统奠定 联好的基础 我看见没有啊 这哪是讲 讲这个历史 就讲现实 告诉你啊 是隋唐王朝最终完成的统一大业 就马上要打台湾了 要统一啊 北周定度长安 看见没有啊 他为什么呢 他妈妈在长安 在这个西安 说西安在陕西成立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呢 立五帝共二十四年 讲了半天 立了五个皇帝才统治了二十四年 就是 所以习近平的这个情况 为什么他是滑稽可笑 你没看他瞎忽悠 很快就烤掉了啊 但是这篇文章 是否别人感觉啊 并非谈历史啊 其实就是来忽悠这个事 这里想到1993年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怎么发现呢 在陕西咸阳 城马村 他们意外的时候啊 可能是建工厂 和拉斯嘎干什么的 意外发生一座 北周高等级别墓葬 根据出土这个墓制 他在查文件 文献呢 因为陕西有一批研究专家呀 军喜就能御喜 皇帝的印 知道了这个墓寺随着墓 发现这个墓 是北周的第三位皇帝 也就是五帝 他叫于文雍了 及其武德皇后 叫阿什 纳什 纳什 该墓祭 北周 秀陵 就这么回事啊 二年的时候呢 基本建设 考古过程当中 又在咸阳 北克村 发现了北周 开国皇帝 渔门绝的陵 古土 墓制 显示呢 该墓 因为北周近陵 两陵相聚呢 7.8千米 所以为什么习近平他爹的墓要在这个地方 他为什么 他生在陕西 为什么习近平下降在梁架盒子呢 等等等等 充分证明了习近平就是大地 叫斜大地 所以下一步可能他儿子在当皇帝 是吧 为什么彭丽儿先上来 那是为了抠路 因为他在这挡着 因为他的儿子属于私孙子 先给他老婆哄好以后 下一步是儿子上来 你们说老实际最累了 是吧 这个报道文讲是 绝对是一个 蝴蝶帝王之灵 以为的现行的一个宣传 没有什么胡和平今天突出 中宣部常务副部长 胡和平 原意在这 你看明白没有 中午官媒每天的这个宣传 那是很精密的 不是随便讲在这 这里很多图 就关于这一次这个 考古发泄 给大家看一看 你看 还有一张玉器 木质 北周五帝 渊恩雍的木质 木质是不错的 就自己也是很漂亮的 确实是厉害 你中国古代 这文化 永久永长 你看 这里图图文物 给大家看了很值钱的 这每一个都是价值连城 你看 这个木上是这样 看 这照片 我再给你们看下一个 还有这发现了 他木里的螺头用 他赔赞品 今天都全部推出了 你说习近平看这个是高兴不高兴 笨着了 是吧 结果这最后想漏了 说他怎么死的呢 他死其实叫别人忽悠 就是什么 他想长寿不老 他不断的服用什么 服用这个就是这个 他这里讲了 通过他这个尸体研究发现 他长期就是服用这个叫长寿不老蛋 就是大臣呢 忽悠他 他想活着嘛 就让他每天就服用啊 这个一种药 实际中药啊 他叫炼丹 对不对 你看那个史书记载的日本怎么发现 那不就是 有汉武帝嘛 是吧 也是有炼丹术嘛 是吧 就是有些人大乎 皇帝想不死啊 永远长寿过 长命百姓 就不断的服用这个营养的东西 就派着大臣出去寻找 在船上坐船飘小岛去找什么 长寿不老药 找一找 叫徐福吧 是吧 如果没记错的话 找来找去找个小岛 找完来不敢回来了 因为什么 没找到这个这个胆是吧 不敢回来 就在那繁衍生长了 呃 此生繁衍啊 这都是传说的 谁知道的 我这个告诉你们 今天陕西这个可是大事 也就是说这些马屁新闻为了捧习近平 绞尽脑趾啊 呃 总算是 这确实是死猫创的 这个猫找了死号了 是吧 一下创这么一个靠谱发现 充分说明什么 习近平就是 绝对是到底 就是这个意思啊 你看这有意思 这里还 呃 是我们联想的习近平 桌子上 动不能放两个水位 那原因是什么 那个水位是不是也就是不老蛋 有的人给他出这个点 那不老蛋 那不老蛋 不老蛋不但为延长寿命 加速了皇帝的死亡啊 你看这篇文章很有意思啊 他说 据实料记载 公元575年到578年 他这写错了哈 你我老江毕竟是去历史 他不是四年前三年的 你算什么 五七五年 五年六年七年八 五七八年三年 他说四年 其实多写了一个 打错了他 这个于文雍啊 数次发病 就是皇帝让人被忽悠的 天天服用着就这个胆啊 就像习近平啊 天天摆两个背 天天 为了长寿喝那个胆 喝来喝去生病 不断的生病 什么病呢 烙气内蒸 身疮未发呀 就是这个烙啊 再就是身大藏身上 那么身体内部的病症 不断积累 在皮肤表面爆发出一些泪草 就长一些大财 像赖孩儿不样难看 臭不可能的 恶寄而死 就这么死的 什么原因造成啊 体内是什么呢 就是身中毒 那就是这个服用这个东西过量啊 也底下人忽悠他想长寿啊 下枕等到今天 人们怎么发现 通过他的科研 现在科技成就太发达了哈 而且通过颅骨CT扫描技术 对于文雍进行的初步的灭貌复原 就把他修的这个人的像给他恢复起来 一看 这哪是这么复原 这是按照习近平的形象 复原 这个胡和平真能忽悠 胡和平不是愣当官 确实有一手吧 习近平整的笨高了 是吧 你再看一看 你看他今天修复这个帝王像 你说像不像习近平 确实像习近平 老实在讲历史讲事实 你可见为什么习近平 现在找不到北 原因就是这些人再没有忽悠吧 习近平忽悠的 真以为自己是帝王了哈 通过这件事情就可以看了 习近平一定会在中国 搞出一个现代火力来 搞不好就在和美国对峙 如果川普上长期冷战 这样习近平很高兴 有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是要冷战 也就是你是一个方块地 我一个方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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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今天有一篇文章已经讲到了 未来的世界 就是变成两个这样的 集团 是吧 独裁统治 专制统治的一个派系 民主自由的一个派系 政治经济文化这方面 连贸易什么都自己搞自己的 对不对 那这样习近平就拉长这个事件 他儿子就上了 先把朋友放好了 是吧 别闹 你大奶别闹 因为这个他 他可以认识以前的地方 他不一样 他是私生死的 他将来他恐怕挺麻烦 然后呢 他要千秋万代的同志从国 是不是啊 所以 而且他还要接受这个余文庸的教训呢 请你别别这个相信这个炼丹树 别相信这些大忽悠 他在服用什么 忽悠的好的保健品 是不是啊 能够年年一首在这个陕西成一样 好 谢谢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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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